缅甸即将迎来大选 国务资政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估计依然会掌握多数民选一席 但是他的稀释战友 如今转过枪头和他对着干 被开除出党之后 带地亲自立新政党 碰击昂山素姬一言堂 党内行政一片乱糟糟 但是讽刺的是 新政党选择拥抱的是同样独裁 劣迹斑斑的军方 当年的民主女神因为罗兴亚人权危机 掉落反间 抗中神话在国际社会完全破灭 而在国内同样遭遇 昔日盟友接窗疤 在民选议席上的强大地位 遇到了挑战 53岁的带地亲曾经参与 1988年缅甸大型民主运动 还加入了全国民主联盟 去年被扫地出门后自立门户 创建人民先锋党 他说自己被放逐 全是因为太敢言 而这在全国民主联盟里是死罪 因为对夫人的忠诚度 比能力来得重要 权力都集中在昂山素姬手里 一切都以他的喜悟为先 批评昂山素姬专横独裁 带地亲选择支持的对象 也没好到哪里去 虽然在来届大选将推出同志候选人 和穆斯林候选人企图用跨族群形象 收割最多选票 但各方最关注的还是带地亲 与军方合作的立场 过去半个世纪 残暴无道的军政府碾压民主 无视大选成绩 打压一己 早已民心尽失 但在带地亲看来 或许军政府做错许多决定 甚至管理不善 但他认为新世代军队是支持专业官僚的 人民前锋党承认军方在国家进程的角色 所以应该合作 不是对抗 军政府血起若开帮 几十万罗兴亚人逃离家园 留在缅甸境内身份不受承认的60万人 估计也不会有投票机会 他们犹如海上浮沫 急需援助 但权益从来不在朝野政党的眼里 面对这几手问题 带地亲为军方护航的同时 也同情罗兴亚人的处境 带地亲左手攻击昂山素姬 右手拥抱政府军队 分析员认为带地亲的从商经验 或许会为他的形象加分 但支持军方也可能会让他失去一定程度的支持 但他坦言 这只是2025年大选的赛前彩牌 到时候昂山素姬已经80岁 如果他无法再掌权 或许就是全国民主联盟 疏导无尊散的日子 也就是其他政党崛起之日 谢谢